好,這條呢,它其實想你做什麼呢? 貌似就給了一個gradest value 來了 但是其實它是想你找到 5x-2y 的gradest value 假設你找到 5x-2y 的gradest value 就是說你找到 5 的 那你就 5 加 k 等於 12 去找回 k 所以你現在的目標是要找到這塊的gradest value 找到 5x-2y 的gradest value 好了 但是呢,我要找這塊的gradest value 好快然會怎樣呢? 我就會找 負 5x-2y 的gradest value Sorry 只要我找到負 5x-2y 的gradest value 我就真的找到 5x-2y 的gradest value 因為我們這個 program 只可以找gradest value 好了,那開工了 好,那我們就一如以往 Program 3 我們先進入這條色線 負 5x-2y 的gradest value 記住進入的時候 3x-4是不用進的 因為這兩條線都是 horizontal line 它們沒有 intercession 我們就進入少一個 好,來吧 對啊 1,-−38 負2,最後是2,4 所以,原來這塊的 list value 是負2 即是說,5x-2y的 greatest value 是2 因為我們會放回負 所以,我們便會得到 2加k等於12 k就是10 答案就是a